有没有打开身后这个门呢 映如眼帘的 你看这个筛子 桌椅板凳 钩尔漂盆 大多数都是木质的 都是自然界的产物 没有后天能够合成的 桌椅板凳 这个筛子 那很多现代科学 你说没用吗 当然很方便 什么电磁路电水壶 洗衣做饭洗衣机 但是 我们 就拿抽根烟来说 味道都是不一样 你用柴火点出来的 这第一口 给人的感觉 好像后面呢 都是这个火柴 木炭更好了 味道好 打火机就不一样 不好 那防风的更不好 很奇怪 然后地上打的水 这个井水 甘甜美味 健康 自然 那对身体好 又不收费 你看 妙不妙 外面这些柴火堆 随着秋天 这个 没用的树枝树叉 摔落了 也不好代谢 我们人拿来点火 让它再循环 又为我们所用 又为自然 更快的去运化它 岂不是很好吗 你除此之外 还要什么钱呢 外面专业栗里的 种的 大部分 都有地 有主食 有菜 水果 那当然还可以 羊 特别五处 竹牛羊 什么的 那么这些 听起来感觉多好 其实我们每个人 甚至都很回味 如果你小的时候 至少八十年代 很多人还会经历 一些住平房 感觉不一样 现在小孩子生下来 就不懂了 那么当然了 城里有城里的好 除了这些都收费之外 我们讲农村 其实太阳能 很多很好的利用 洗个澡 什么 剩下就开个灯 关个灯 还要花什么钱呢 我会 地活水风 空气又好 水 火 土地 庄家地 怎么收费呢 那么城市里 相对的 科技 物质方面更发达一些 这无可厚非 这无可厚非 即使相对农村也不会太差 也差不到哪去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这路客 这个手机信号 那基本上也都想出干 也不会太差信号 然后交通 但是 当然会差一点 那相对 如果是在农村 就 不是那么 太便利 但是如果你 能通过网络 搞经营 或者是 你看很多有钱人 赚了钱都回到农村 那有钱人都反过来农村 习不习惯 那就是因为各种的好 那么还有 那就是这个快递 买东西 确实 有一些衣食住行必备 生活用品 那包括 玩乐 其他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镇上 就方便得多 如果农村 稍微差一点 那是层层递进 如果你在农村 可能环境更好一点 我们就不说这个了 反正 哪怕在城镇 如果还有条件一点 盖一个二层的小别墅 那是不是 太美妙了 二层 最多三层足够了 花不多少钱 我们好好想一想 都往城市里跑 再跟他们比什么